从小就有总统梦的天生领袖许姓良主席 2023年12月3日星期天早上10点到11点 有梦上水第153集特别邀访 从小就有总统梦的许姓良主席 分享为课梦想成真的心情故事 从许主席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不是政治变色龙 流亡美国期间开办美丽岛周报 鼓吹都市游击战 推动人民革命的勇猛想法 主张废除刑法一百条而非废除二条一的大谋略家 主席任内带领民进党首度赢得过半数县市长席次 地方包围中央 变定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的基础盘起 并回顾国民党吹台青的省议员成为中立事件后的桃园县长 发动戒严时期第一起集会游行示威的桥头事件 美丽岛事件最后一位被告判刑十年 阿扁也是辩护律师 玄机被特赦 1999年信介先安排两次许臣会协调为果 4月28日 阿扁提案建议民进党全代会推举许信良为总统候选人 以避免创党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 2004年许主席参选立委 以西境大陆一统中国为诉求落败 是他最后一次选举 2008总统大选前夕三更半夜 许主席你求见阿扁要总统辞职下台就谢选情是怎么一回事 阿扁